臺南消防局統計 平均每一年大約是會有四百件的重大 創傷案 不過臺南只有兩家醫學中心 而且都是位於市中心 所以他們就規劃要增設道院前超音波 配置在新營等六個比較偏鄉的 消防分隊救護車 希望可以降低重大創傷的死亡率 臺南市消防局新營分隊的隊員 備勤時正在整體救護車上必須用品 除了可以在救護時發揮作用 另外近期更添加救護心力器 也就是道院前的超音波 以大新營地區為例 距離最近醫學中心等級的柳營奇美醫院 有時車程還要十五分鐘 利用這台道院前的超音波 在救護車上使用輕便簡易的探頭 再搭配影像顯示 即可回船交由專業醫師判讀結果 對於心跳停止 胸痛 中風 嚴重呼吸困難以及創傷患者 有助於早期診斷 並且後送治療 透過這些設備的使用 我們可以及早辨識說 如果是輕症 我們可以送往新醫院 那重症我們可以優先送往 六元七美醫院 那可以去做一個分別 根據胎南市消防局統計 到院前緊急救護每年約有四百件重大創傷案件 胎南地區僅有兩家的醫學中心 而且都在市中心 添加信力器提升救護品質 救護車上面除了全面配置自動新費附輸機 還有我們監測十二島城的信念圖機 還有一些高階衣材 像古增之類的衣材 再搭配完整的人才教育訓練 去提升救護品質 目前胎南市消防局規劃包括新營 官檸 獄警 家裡 新市以及歸人 等六個較偏鄉的消防分隊 救護車上配置 判有效降低重大創傷的死亡率 記者文章和胎南報導